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谋旅组织女子导弹牌首次实弹射击考核 面对高速飞行的靶机 女兵们冷静操作密切配合 打出了首发命中六发权重的优异成绩 打完后他们告诉我都打上了 就感觉特别的兴奋和激动 我们终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 我们女兵将来走向战场也是好样的 首发命中六发权重 女兵们仅仅只用了8个多月 年初这个旅正式组建首个女子导弹牌 20多名来自通信 化物 雷达等专业的女兵 由原来的保障岗位编入到战斗班牌 面对崭新的岗位和环境 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女兵们 也一度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 刚开始转岗的时候 也害怕自己训练跟不上 身体吃不消 尤其是作为班长 更想给他们做一个好的保药 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确实比较难 便携式地空导弹 因为没有靠甲支撑 尤其考验射手的巨头稳定性 面对近17公斤的导弹发射筒 力量和耐力成为女兵们最大的短板弱项 为此她们合力制定出了一套专属套餐 想要提高训练成绩没有捷径 都是通过自我加练 要扛起17公斤重的导弹发射筒 进行稳定的瞄准跟踪训练 还得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力量训练 锻炼身体的协调能力 增强上支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刻苦训练 女兵们也终于迎来了 她们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大考 实弹射击考核 海边的助训场 昼夜温差大 蚊虫冰咬多 长期的紫外线照射 把她们的脸庞晒得有黑 胳膊被磨得掉皮 艰苦的助训环境 给她们身上留下了不一样的色彩 也给她们留下了最美好的青春印记 有时候我也会质疑自己的选择 干嘛来这里吃苦 但在军营里 我学到了在大学学不到的东西 认识到了更多优秀的人 经历更多 可以让自己更好的成长 我相信之后的自己 会感谢自己现在的选择和经历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命中 命中 终于在首场大考中 女兵们克服重重压力 用信呼完美的配合 打出了首发命中 发发权重的好成绩 我觉得吧 就是跳出一个休息圈 出来之后虽然有点累 但是在挑战自己的同时 也能收获很多东西 而且我觉得自己在扛弹的时候 是最帅的 因为热爱 所以执着 因为追求 所以拼搏 在一天天紧张忙碌的训练中 这群平均年龄 只有21岁女兵的赤热目光里 映照着如虹弹道 她们的灿烂笑容里 透着自信从容 她们用实际行动 展现出新时代女兵的英姿萨爽 她们不怕吃苦 不惧困难 特别是首次参加助训 首次进行射击 打出了六发权重的好成绩 彻底改变我对她们的看法 特别是 她们对这个专业的热爱 以及工作中的心思缜密 强大的执行力 落实工作的标准 我从内心里非常佩服的她们 为她们点赞